朋友们大家好,解读漫画 我们今天解读这幅漫画 《倒着的向日葵》 上面有一句话说 所谓换个角度看问题 其实也不难 当然了,换个角度看问题 的确是不难的 可是人要换个角度 倒立来看 这倒立就难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倒立的 换个角度看问题 当然不难 问题是换个角度是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常常的练习 刻意的练习 我们才能够养成换个角度 看问题的习惯 而这个换个角度看问题的习惯 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 希望大家常常能够练习 换个角度看问题